从来不去吃那些悲欢的,从来不去吃那些痛苦的东西 他的心中只有什么?喜乐,喜乐,喜乐,喜乐 所以圣经说喜乐的心就是什么?就是良药 科学家目前已经验证说,一个人喜乐的话呢 从他的身体当中会产生一种叫做内肺态的这种东西 内肺态一强的话呢,他身体自然而然健康 所以圣经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是吗? 我们以为说,人活着就是要吃吃吃,吃得好,身体才健康 这不是真正的原则,而是怎么样? 你要吃,灵魂要吃好的,那你身体一定健康 如果你肉体吃好的东西,你灵魂却一直在吃什么? 吃痛苦的,吃这个烦恼的,吃这些负面的,吃那些悲欢的东西呢? 我跟你讲,你肉体吃得再好,怎么样?身体会不好?身体都不会好 懂得这个原则吗?懂吗?不懂啊?不懂再讲一遍 所以求此帮助我们,要明白哈 我们做监督,做积蓄的,要关心大家的健康 那两者之间,要先关心什么健康? 灵魂的健康 灵魂如果不健康,你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 也没有益处,白做,白费钱,白吃 这是真正的原则 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章啊 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啊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哈利路亚 神是还不信的人的救主 那我们信耶稣的人,需不需要救主啊? 还需要,哈利路亚 所以以前我一看到这一段,我大得安慰 又什么呢?我自己信了耶稣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软弱,还有很多缺点 当我一想到说,哇 耶稣基督现在是谁的救主? 还是信徒的救主啊,我是信徒了 耶稣基督还要继续救我,救到底 救到祂再来为止,哈利路亚 那我们这些人呢,参与教会建造的人啊 你做监督,做执事哦 你除了要会合乎领袖的资格之外呢 而且你要真正以身作则 你要真正大有榜样 所以十二节说什么 十二节,到底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做榜样,要做榜样 那哪些地方做榜样呢? 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做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做到耶稣再来 做到耶稣再来哦 当然这个十二节,十三节的这里 只等到我来是讲到保罗再来 但是呢,整个总体原则是 我们做榜样一直做到耶稣基督再来 耶稣来之后呢 你的身体已经如何了? 已经自然而然就改变了 成为荣耀的身体 不需要做榜样了 你不需要做榜样了 为什么呢? 已经变成一个榜样了,懂不懂? 已经变成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还活在 污秽的、肮脏的、败坏的、弯曲的时代当中 所以呢,我们要把榜样拿出来 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说 我们在世上要成为光、成为盐 要发光、要发热 好,第五章、第六章说什么呢? 也就是 慕慧的 慕慧的事务 管理 那事务管理的第一个就是人 好,来看一下第五章讲什么 人就是讲到老年人该如何对待 然后少年人该如何对待 大家看一下第五章第一节来念情 不可言则老年人 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 要尊敬他真为寡妇的 好,所以老少之间该如何对待 好,所以第五章 讲到带人 对老年人、少年人该如何对待 然后当时教会呢 又出现很多很多的 没有丈夫的寡妇 对寡妇该如何对待呢 这里写得很清楚 好,谢谢你 感谢观看